现在,这个用废旧电磁炉制作的寻宝探测器就已经制作完成 接下来就是带上它走向发家致富的道路 现在我们掐指一算找到了这处风水宝地 先把探测器的开关打开,然后对着地面开始进行扫描 当感应到地下有金属的时候,探测器的喇叭就会发出声音 我们换个位置接着进行寻找 不然,在我们的探测器探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喇叭发出了报警的声音 再扫多两下喇叭还是继续报警 看来这处位置下面应该是有东西了 我们找来准备好的工具,来对此处进行挖掘 现在挖出一些泥土的时候,发现探测器还在继续报警 看来这个宝物的还藏得比较深 我们得继续进行挖掘 现在继续用探测器进行检查一下 可以看出,现在声音是从泥土堆的位置进行发出 看来应该是有金属物件藏在土堆里面 现在无奈只好一堆一堆的土进行检查 在丢了安堆土之后,在这一堆土开始发出了声音 把这堆土检查了一下 最后,从这堆土里找出了一个像这样金色的金属物件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金属,现在还不好进行下结论 不过当我们把它拿到靠近探测器位置的时候 探测器就会发出报警的声音 这足以证明这个探测器是能够进行探测金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